好正在直播取出一个神器项链啊 看看这号差价能够弄到5%以内 159级的魔王寨啊 6500 6400 2000 3000 2000 失门技能 1234567 七经八卖 七来1000块啊 单算完了开始看祥瑞 500的地江 500的麒麟 锦衣赤云段360 黑色翻版1500 浪淘沙1500 神器的话 火药加利火 火药加利火啊 天平加蔓延 卧槽 他名字写的神器15000是真的 神器真的15000 而且自己弄的话15000下不来 他就学俩天平俩蔓延 还真的是没毛病 这个号取号有点刺激啊 不过这个号仓库里应该是啥也不剩了 四个行当里是毛都没给你留 看一下有没有十把特效 有没有金色ID 有金色ID再加3000啊 看看子女 经验看看高不高 经验能加1260 这号空号的话是46000 220 赵万寿格子我预测是12个 他钱不够啊 我直接给他加1000 不行再扣 然后呢 项链 项链的话是360 减去15乘以60 90出零270 270的出零项链 飞龙工专用的话是相当于出零261 261也是160 他这个就相当于是160简易项链 16段的水平 这个项链的话 我觉得给号怎么的也要加上一个奇万的 16段的简易的宝石和套装的钱 因为他是专用的嘛 简易和那可以和他达到一个水平 但是简易的就在宝石贵 项链也贵 所以说这个项链的话 给我的感觉 整体的价格应该是在7万到6万5之间 全部给他加上一个6万8 兄弟们 这个号马上公布答案 11万5 大家觉得高了还是低了 来一个有奖竞猜 老板公布价格吧 由于你是分私付款 所以说暂时没有人知道你的价格 老板麻烦公布一下 仓宝链买的价格 大多数人觉得15万5价很便宜 老板要是低于这个价格买的就开太贵了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的认知是不准的 在价格体系里面 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老板这个号的购买的价格 那是9万09块 所以说我们正确的答案 是11万5千2太贵了 兄弟们